朋友们,明天日本大师赛半决赛千万不要错过,绝对是看点满满。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李世锋封载,终于逮到了屠龙的机会。 李师傅出道也有五年了,作为前十的球员,居然都没和安赛龙交过手,也真是奇迹了。 今年新加坡公开赛,二人的相遇,安赛龙因为备战奥运会所以退赛了。 奥运会李师傅又意外地输给了洛建佑,两人又是擦肩而过。 这次日本大师赛总算又让我们逮到机会了,要不说还是人家昆朗伍特情商高,就是有眼力价。 自己总决赛积分捞够了,马上给风仔让位,不但得到了休息的时间,还成全了我们全世界的球迷。 安赛龙为了和风仔碰面这次也是贫了,估计是长期推底线抓过度的战术打习惯了,今天动不动还是推头顶。 但是碰到小波波夫这么一个不讲理抬手就杀的,今天也是差点翻车。 从目前安赛龙的身体状况看,以后碰到这种类型的选手只会越来越难打,毕竟转身速度和防守质量都不如从前。 这个年纪转型也不太现实了,不过还好,风仔还是在安赛龙比较能打的时候和他相遇了,证明自己的时候终于到来了。 但是今天小波波夫这么神勇的杀球都没有拿下安赛龙,风仔明天千万别再猛攻了,想想怎么赢得拉尼尔,多增加点软性球路。 打打转身和重心变化,没有把握千万别瞎杀球,安赛龙肯定还是会推他的后场,引诱风仔杀球。 风仔一定要抵抗住诱惑,继续坚持拉掉和防守反击的策略,靠这招李子佳可是一条腿差点突中成功。 明天另外一场比赛,乔纳坦对梁俊豪也同样值得期待。 今年印尼公开赛,梁俊豪直接给乔纳坦来了个一轮游,让他在家乡父老和新婚妻子面前非常没有面子,直接打到他怀疑自己的实力。 虽然丹麦公开赛复仇成功,但是乔纳坦既然走到了四强这个阶段,那肯定就是瞄准冠军了。 毕竟只有冠军才能为他进入年终总决赛,保留一线希望,所以明天乔帮主肯定也是全力拼了。 好了,希望这些分析能给大家明天的观赛带来更多的乐趣,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预测下风载能不能突融成功。 咱们下期再见。